那在剛剛我已經正式向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這個替出這個退黨的聲明 那也跟張茂蘭主委這個通過電話 確認我已經這個申請提出去 那我從2017年5月加入當時柯文哲市長的台北市政府團隊 從幕僚到政務官到現在的總統競選團隊 我自己早上想一想大概是前後大概是將近6年半的時間 那這6年半的時間我跟柯P一起走過每天7點半的晨會 那我們一起走過疫情嚴峻的挑戰 當然在這之前也走過2018年 我們以政績突圍的2018年市長連任的選舉 那這樣子一路走來 讓我覺得最特別也影響我最多的 就是整個團隊的清廉情政奉公 以及認真是一種文化深深的影響我 這個也是讓我選擇留在柯文哲團隊最大的原因 同時我也要感謝過去的老戰友跟長官 我離開民進黨沒有離開台灣 沒有離開台灣 而後就是這麼長的日子 我告別了20年的歲月 我2002年 教育委員長 今年2023年 我告別了20年的歲月 但是請大家相信我 我會持續在清廉情政愛鄉主的道路上 繼續昂首邁進 我們彼此都加油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所以說因為就是你當時是 最主要是因為你當時就是代表 然後去談這個藍白河的會前會 是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現在就是工黨這邊 一直有聲音就覺得就是說 柯泰勒還有珊珊 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跟綠人比較有關係的人 然後他們就覺得就是是不是這樣子 故意來破壞藍白河 不會因為我代表的是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所以這個很清楚 第二 黃珊珊總幹事 不只是我們經營總教總幹事 她同時也是民眾黨的導人 所以並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也不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本來就居民進黨籍 而且我也從來這個 當大家好奇的時候 我也都很開成部分 這個我相信大家其實都曉得 我也不會故意不講 這樣 那會不會覺得他們現在是刻意給你們按這個罪名 不會啦 這也不是罪名嘛 因為我們身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加入政黨跟退出政黨之間 我們也曉得黨有黨的規定有黨籍 所以我們都尊重 這樣 那你剛才張夢楠主委是怎麼回憶 他有沒有告訴你什麼 這樣子上談派與卓的身分是很不足 沒有 我們沒有談這個 因為他是我的一師一友的前輩 也是大哥 我們是老朋友 所以他跟你做了什麼 不會啦 老朋友我在當社會局長的時候 他是台北市議員 那我們 在他還沒有當議員 我還不是局長的時候 我們就都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 各有各的工作跟角色要做 這個我們都相互知道 他有覺得惋惜 或者是 不會啦 不會啦 不要讓他為難 就是這樣 他要說的話他都說了 請問一下 因為是藍國 請問一下 你有民眾黨籍嗎 然後另外會不會覺得說 民進黨有點大砲打小鳥 我是小鳥是事實啦 但是也不是大砲 我只是黨員而已 昨天賴瑞隆 綜藝會主席講 這是一屆普通的黨員 就交給台北市黨部處理 這沒那麼嚴重 但是我目前沒有民眾黨籍 但是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我這個會很快的來 考慮來加入民眾黨